蔡英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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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版民抗议民众猛暗喇叭表达不满 反年改的军公教团体得知蔡英文总统6号要到高雄宴朝 角速天后宫上香赠扁时集结前来抗议 刚好是警局紧力把186线双向封闭 在天后宫前围起巨马跟人墙把抗议民众隔开 也架起拦截网避免有人丢鸡蛋 总统车队从另一侧直接进入庙前广场 顺利完成赠扁仪式 而广场上有100多人高喊加油 蔡总统一一跟支持民众握手 陪同前来的高雄上陈举表示 尊重不同声音 但支持的声音也要听见 蔡英文总统也对反年改民众喊话 表示年金改革是为了让年金永续 为了下一代着想请大家要体谅 蔡总统说改革如果好做以前的总统就做了 但现在因为有很多民意支持才能完成改革 尽管记者中医族高雄报道